害怕 害怕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真不适合协议 这种病人肯定要带死人了 你不够挖牙威 挖牙威和你俩威 实在没有办法了 所以才走到这一步了 一辈子都没有打到官司 想把我们搞了 我们的层上被搞了 一传完那么一句 共识者定一个补充协议 家住进城市泽州县 八宫镇的王师傅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家庭收入基本上 都是靠打林工和种地 2017年年初 王师傅在村里 听到了这样的好事 王师傅说 向他们介绍这项活动的 是从县里过来的一家公司 对于每年给2000元这事 村民们十分动心 不过拿到这笔钱的前提是 得在家里安装该公司的产品 按光伏 板 就跟太阳能发电差不多 他们只负责提供一个房顶 这个就行了 埃隆农户不出一方钱 包括少一些 扑的一块扑什么 都是公司 张马路不行 结果你看起了起 然后叫外了工以后 每年给你了起回起 它也是个少动心 听上去 这个能赚钱的买卖还不错 按照公司的要求 首先得选用潮南的房屋房顶 其次 屋顶的面积得大 经过筛选 公司和符合要求的村民 签好了合同 陆续在这些村民的屋顶上 安装完成 2017年3月25号 公司和村民们签订了合同 合同约定 这个电站的生命周期是20年 所有的收益都归公司所有 前五年 村民可以获得每千瓦两百元的分红 后五年 村民可以获得电站收益的百分之二十 而十年之后 村民可以获得电站收益的百分之六十 安装了光伏电站的村民 都在期待着第一年的分红收益 大家心里想 只有把钱揣在手里 才能把心彻底放在肚子里 2018年3月份 村民们终于等来了第一笔分红款 一年就起了开 大小不一样 最少有多少钱一年 大小的一期 六七八块钱 拿着分红款 大家都乐开了花 看来这桩买卖挺靠谱 等到2019年 第二年的收益又分到了村民手里 2020年 村民们本以为 四月份就能拿到收益 可直至后半年 还是迟迟没有收到 款项到账的信息 他们都来十一年 他跟这个钱 你说一年 或者你发一次 打一次就快 你多时间 你就必须得跟人家打上 这个老百姓 真的相信你 害怕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都还不说 所以 运动运动都以后不给我切准备 我去准备 就在大家猜测 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时候 村民们的银行卡里 陆续到了账 这笔钱比往年的都多 但似乎并不是分红款 按照合同约定 关于电站的所有收益 包括政府补贴都归公司所有 所以这笔钱应该再由村民转入公司账户 但这个时候 有的村民产生了一些想法 既然公司不给分红款 那么补贴款 他们也不能给公司 一旦你抖避了 公司抖避了 我就去行账户 然后公司都没有了 然后我们吹也不该去吹 上次有地 所以很多东西行完 所以说你把这个钱我先不给你 开发你公司是个商情 我们每年分红其实是就有规定的时间 然后去他们村里分红的 然后今年可能因为事情耽搁了 然后推迟了一段时间 他们把这笔钱取走了 所以就是我们公司的人也去跟他要过 然后打电话呀 或者去他们村里 但是有的人他就是承认这笔钱 但是说现在手里头没钱没法还 然后有的就是不承认 觉得打到他们凯利就是他们的钱了 在村民们看来 公司前妻不主动给分红款 如今补贴款下来又着急要 他们肯定不乐意 所以村民们说什么都不能轻易把钱交出去 去年年底经过公司和村民的协商 大部分村民陆续把钱汇入了公司账户 但是公司还是迟迟没有给村民分红款 于是就有包括王师傅在内的13户村民 没有把这个补贴款给公司 在村民们看来和公司合作三年多了 你公司不讲信誉啊 几乎每年的分红款都会推迟发放 所以他们需要一个态度一个说法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 王师傅的家里却收到了法院的船票 省钱啦 交好旅游看省钱又好省 说有很多人联系不到 刚刚开始也是吃来了酒 临时进来条件事 爱这个鞋利到旅行的行为 事业是我好以前 你必须把分红款给到我 走进原产地 东阳鸿木工厂直销 十一大放假了 青藏青库仅需一万八 鸿木三十件只要三万八千把 力胜十六万 十一聚会更有豪华双人大床 免费送 十月一号到十月十号 就来迎则乔西中国煤炭博物馆 消防员是英雄 也是普通人 只要我们每个人都重视消防安全 及时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 让危险不再发生 你就是消防人群 我是一小天 我为消防代言 经常便秘 认准相单清台科研胶囊 一万八 走进原产地 东阳鸿木工厂直销 十一清仓大促 尽需一万八 为回馈鸿木爱好者 无大盛期主流媒体 再费市民谋福利 东阳鸿木工厂大让利 在工厂价半价基础上 再加推一万八 特价活动 五千多件爆款精品红木 款款一万八 原来十几万的红木沙发 餐桌 大床 十一大放假 清仓清库 仅需一万八 十月十号晚六点前 赶紧来中国煤炭博物馆 因为放不下 堵在上下雪路上的车流 因为放不下 堵在社区门口的严防死守 因为放不下 堵在家中 行动不便的老人 疏通疏导疏解 志愿者们成为不便的通路人 三系广播电视台 联合乡丹青 及爱心工艺联盟企业 共同发起 畅快人生 健康中国 关爱常伴 通向美好 工艺活动 致敬每一个通路人 保障每一位志愿者 身体通畅 为社会带来更多美好 即日起 至11月30日 莫省凡患有便秘困扰的 中老年人 到以上药店 报名参与活动 即可免费领取 价值198元的 通畅以包一份 咨询电话 4008802755 乡丹青 健康中国 严格执行主动报告 核酸检测 医学观察 防控措施 隐瞒旅居使 接触使 将被依法追究责任 拘捕报备 或不配合 妨碍疫情防控的 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今日起 至10月31号 凡患腰椎键盘突出的患者 持县级以上 妖图击打病例证明 到指定药店 去报名 将会有机会 免费获得 价值399元的 爱妖礼包 王师傅等人拿着补贴款 公司这边 拿着分红款 谁都不给对方 双方就这么僵持了下来 看到传票的那一刻 村民们坐不住了 难不成自己违法了吗 按照合同约定 王师傅等人 的确应该归还这部分补贴款 可村民们也有委屈 他们觉得公司的做法 也违反了合同的约定 去年年底 这家公司为了索要 这部分村民手里的收益款项 将王师傅等13户村民 起诉到了 进城市泽州县人民法院 一下就来了13户村的案件 然后我一看就是 同样一个预告 不同的13户被告 都是一个纯的 第一时间就可能 村委联系了 说呀这个老百姓 这个也不求 全部约老百姓 是公司做的 协做的不对 公司没有切把钱 给老百姓分红 公司也认可 说是没有给老百姓分红 法官建议公司 优先选择 诉前调解的方式 来解决纠纷 如果调解成功 当天就能进行司法确认 效力和判决一样 他们可能也不是说是恶意 想把这个钱占为己有 可能就是他们 不了解其中的情况 并没有特别 就是激烈那种矛盾 所以就接受调解 原告一方接受 优先使用诉前调解的方式 来解决纠纷 可没成想 13名被告反而出了问题 说有很多就联系得到 联系得到 我就通过这个称卫 有点要搜球呀什么 田里边也有活干 于是又比较大 又比较出了门 有的人也不想来反应 老百姓的这种事项上 GBC把我告了 我当被告了 所以说他这种事项 老百姓的事项还是 就是他还是比较挺处的 他也有点挺处的 很多老百姓 有的人是六七十岁的 可能一辈子就没有打过关系 想把我们告了 我们都出来被告了 所以人家可能是 抵触 村民们的想法 让调解的进程慢了下来 调解员了解到 其实村民们并不是不愿意解决 而是对去法院调解心里没底 村民们迟迟不来 也不是个办法 于是 八公法庭决定 临时搭建调解室 后来我们说来不了 花庭展示就去村委 去村委现场调解吧 调解人拿好案卷资料 一行人从法庭出发了 可到村委会的时候却发现 来进行调解的村民并没有几户 临时进了个调解室 临时调解 刚开始也是来了几户 虽然13户村民没有到权 但案子总得一件一件解决 于是几位工作人员 先对已经到场的村民 开始了耐心的调解工作 你们同意不同意调解 同意 同意调解就是说 你们说说你的意见 当然要是又收一块 你们说说你的意见 收一块是已经给大家 开始上了他们公司 也是不省心 买的鸡 把你的房红 一直在一起 第一天才起来三个月 第二天才起来三个月 退迟的这段时间 他们可能就觉得 就是那啥时间 没有跟遗忘的时间一样 对于案件的事实部分 双方都没有意义 公司一方先承认了 自己没有及时发放 分红款项的不妥之处 村民们听到之后 也一一敞开心扉 那会儿来一顿事 都发现有没有给你吃上来的 是 来一会儿 罗白信他放派 都是个吃 都是你都不敞 那你们付个公司快 是吧 公司先把今天这块 那些给你开出来 这个没有啊 那你现在把球里敞一个 然后打了一下 以后就不用 小鸡了 双方都按这个鸡 都留去就行 很快 十三户村民 就和公司达成一致 双方都表示 可以当下给对方款项 这个钱 当场就都履行 该公司 给人家各搜据 搜款搜据 你搜出了这个钱了 这很好的基本 处理来的事 老百姓也满意 作为什么公司办 他们也很美 公司和村民们 在调解书上 签好了姓名 摁上了手印 款项也都一一履行完毕 这时村民们 又跟调解员 说出了自己 多年来的担心 最终 最终 收入一款 需按每天2%支纳金 向村民支付 如三个月不履行 村民有权拒绝公司银行 代扣发电收益款 这13起案件的即时调解 打开了公司和村民之间 长达半年的僵局 双方的矛盾 在短时间之内得以解决 如果当初审理这些案件的时候 使用诉讼程序的话 那不仅需要当事人支付诉讼费 而且即便是使用检疫程序来审理 也需要最少三个月的时间 进城市基层法院挂牌成立 诉前调解中心以来 及时解决了不少纠纷 这不 家住进城市的晋先生 他就遇到了麻烦 2018年 晋先生在小区里 收到了附近一家健身房 即将开业的传单 办卡的话可以享受优惠 于是 晋先生花了一千多元 办了一张可以使用两年的卡 因为我就住在这附近 看见到这就办卡 你有这个需求 对对对 方便 然而 没过多长时间 当晋先生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 健身房更换了名字 新的店长告知他 之前办的会员卡已经无法使用 欲存金额办理会员卡的事儿 可能大家都遇到过 在我们身边 会员卡变成僵尸卡 无法使用的情况 那也是时有发生的 很多时候 大家可能都找不到 之前的公司负责人了 没办法呀 只能是自认倒霉了 而有些情况 即便是找到当初的经营者 也很可能会被告知 已经破产了 没有能力去偿还债务了 而最后的结果呢 当然也是不了了之 那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难道真的就没办法了吗 接下来呀 让我们看一看 晋先生的事情 是怎么解决的 东风旭文化传媒 集聘综艺编导 摄像主持人 华有议题多会议 要求退钱 贝格实际上 也是这点知性剧 已经刮了迷 他的胜诉权益 也不能够得到实现 传承中华瑰宝 弘扬中药文化 关爱您的腰椎肩盘 山西广播电视台 携手陈底记书经健腰丸 及爱腰工艺联盟企业 共同发起 中医药腰椎健康节 公益活动 相信中医药的力量 如果您患有腰椎肩盘突出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坐骨神经痛 即可参与 全次公益活动 即日起至10月31日 凡患腰椎肩盘突出的患者 持腰突病例证明 到以上药店 报名参与活动 可免费获得 价值399元爱腰礼包 也可以扫描 屏幕下方二维码 报名允许 咨询电话 0351412-3233 呵护您的腰椎肩盘健康 我们一直在行动 因为放不下 堵在上下雪路上的车流 因为放不下 堵在社区门口的盐防死守 因为放不下 堵在家中行动不便的老人 疏通 疏导 疏解 志愿者们成为不便的通路人 三系广播电视台 联合乡丹青 及爱心公益联盟企业 共同发起 畅快人生 健康中国 关爱常伴 通向美好 公益活动 致敬每一个通路人 保障每一位志愿者身体通畅 为社会带来更多美好 即日起至11月30日 播省凡患有便秘困扰的中老年人 到以上药店报名参与活动 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通畅以包一份 咨询电话4008802755 相担心 畅害人生 健康中国 好好好 赌了 赌了 这茶壶赌了 还不要紧 如果得了三高 血粘稠 哎呀 就怕赌了心和脑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均属烘血范畴 烘血不清 就容易堵塞心脑血管 清血八味片 传承三百年清血骨方 精选矿物药 动物药 植物药 三药合一 清烘血 您看准了 清血八味片 专利药 专药清烘血 清血八味片助您 烘血清 心脑好 猛奇清血八味片 刮果蔬菜 没少吃 没少吃 做习运动 都规律 都规律 为啥还电蜜啊 为啥 这多是肠道干涩 肠动力不足 试试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一果一叶一黄旗 增加肠润滑 增强肠动力 肠润滑 有动力 经常电蜜 认准香丹青 专注肠道健康十九年 一万八 走进原产地 东洋红木工厂直销 十一清仓大促 尽需一万八 为回馈红木爱好者 五大盛期主流媒体 再费市民 毛福利 东洋红木工厂 大让利 在工厂价半价基础上 在家推一万八 特价活动 无钱多件 爆款精品红木 款款一万八 原来十几万的红木沙发 餐桌 大床 十一大放假 清仓清库 仅需一万八 十月十号晚六点前 赶紧来中国煤炭博物馆 走进原产地 东洋红木工厂直销 十一大放假了 清仓清库 仅需一万八 红木三十件 只要三万八千把 力胜十六万 十一聚会 更有豪华双人大床 免费送 十月一号到十月十号 就来迎则乔西 中国煤炭博物馆 博物馆 好像有一天多会议 要求退钱 贝格实际上也就这点知性剧 已经刮了迷 他的胜诉权益 也不能够得到实现 金先生无法继续健身的原因是 原健身房的负责人 转让健身房时 并没有把人们当初交的会员费 一并转让 这就意味着 金先生存进健身房里的钱 打了水漂 像他这样的情况 也有很多 金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 此后的两年时间 金先生等人 多次与原健身房的负责人协商 要求退还卡内余额 却一直没有结果 万般无奈之下 他们将原健身中心负责人 起诉至近城市城区人民法院 当天 肃签调解中心的特邀调解员 就给原健身房的负责人打了电话 始终联系不上 咋通过这个计算是了解以后呢 他这个被告 实际上也是这辆执行局 已经刮了迷惊 他已经有很多执行案件了 他现在已经被我们 城区人民法院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了 也就是说他经过我们法院查询 他已经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所以说这个案子 即便就是说在诉讼过程中 胜诉了 很不可能他的胜诉权益 也不能够得到实现 被告不到场 调解根本无法继续 原告这边的情绪越来越大 不满的人也越来越多 随着维权的人越来越多 说向人民法院起诉的 这个人也越来越多 所以他的中心也是非常有压力 一方面原告他的权益 确实是受到了侵害 但另一方面被告现在也确实没有偿犯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 案件就陷入了僵局 调解根本就坚持不懈地给他发短信 发了有半个不远 愿意跟他一起 就是说来想办法 来解决这个事情 终于有一天 他会回电话了 调解员和原健身房的负责人 取得联系之后 约定好了调解时间 调解员认为 原健身房的负责人 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即便是走诉讼程序 原告胜诉之后 这也会变成一起执行难的案件 原告的诉求不仅依旧得不到解决 还会造成素累 浪费司法资源 怎么来破这个局 当时原告为什么说办这个健身卡 他的目的在于健身 但被告已经没有常问能力 能不能换一种解决方案 让新的健身房来接纳这部分群体 经过调解员 耐心细致地为被告做思想工作 最终 被告找到一家新的健身房协调 最终协调的方案是 之前的健身房会员可以持调解书 继续在新的健身房使用 直到约定期满为止 双方达成了一致 签了调解协议 靳先生等人同意撤诉 至此 靳先生长达两年的困扰 得到了有效解决 在随后的时间里 与靳先生有相同遭遇的 108名健身卡客户 先后来到 靳城市城区人民法院 诉前调解中心 与原健身中心负责人 达成了调解协议 案件在诉前得到妥善化解 截至目前 我们总共成功调解案件 有2080件 平均用时只有8点 群众感受到 这个司法改革带来的便利 截至目前 靳城市城区人民法院 诉前调解中心 通过溯源治理 将大量案件化解在了诉前 成功调解了2000多起案件 受到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 靳城市两级法院 在持续推进纠纷的实质性解决的过程中 着力推进矛盾纠纷 诉前调解机制 这个也逐渐成为群众解决纠纷的第一选择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律师 快文快答 上门女婿户口 先移到女方家后 意外死亡 留下一笔遗产 除去丧照费 服养费等费用后 她原来的父母有继承权吗 这样的话 哪边的父母 还是她法律意义上的父母 这个上门女婿的 虽然是一种民间的一种习俗 但是她和原来的父母的关系 并没有解除 这个和收养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上门女婿的死亡 她在死亡之后 她的第一岁序继承人 就是夫妻 父母子女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她的父母当然有权继承她的财产 这个法律意义上的父母 恐怕在这个时候 是没有产生争议的 那么她的亲生父母 就是她法律意义上的父母 我们的小区一直以来绿化很好 数目很多 然而一天上午 一楼的业主带了十几个人过来 把我家门前的几棵参天大树全砍了 我向物业反映情况 物业说 那几棵大树是公共财产 业主没有权利私自砍断 现在我该怎样没权 由于业主门前的这十几棵大树 那么它属于这个物业的 这个管理的公共部分 也就是说小区业主的公共财产 所以说这个公共财产 受到侵犯的时候 当然相邻的业主可以报案 也可以向这个当地的 这个公安机关进行报案 由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当然可以移送相关部门 来进行处理 在这个相关的业主 进行赔礼道歉 赔偿损失恢复原状 等等的情况之下 我们认为 它足够挽回自己的损失了 这是可以的 如果另外一方面 如果它拒不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们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由人民法院来进行强制 责令它承担相应的损失 也可以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东风旭文化传媒 集聘综艺编导 摄像主持人 东风旭文化传媒 集聘综艺编导 摄像主持人 承建广告 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 一起成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